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云飞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云飞 我们两个已经很久没像这样坐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天了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我们回国的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这个消息我们其实有心理准备 因为现在回国确实很困难 前一阵不知道大家没有记得 在前几个视频当中我曾经和大家说过 现在能给中国能给外国人做签证的唯一一个途径 就是如果外国人打上了咱们中国的国产疫苗 由于俄罗斯是没有国产疫苗的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打算去回热尼亚的老家乌克兰 去打中国的疫苗 我们也通过热尼亚在乌克兰的朋友 或者我跟乌克兰的这个人家的爸爸 在家里的亲戚多方便打听 也找到了这个在乌克兰能够提供这个中国疫苗的一个机构 但是呢我由于是这个工作原因吧 以前是干导游出身的 所以说做事情还是比较严谨的啊 所以说我在这个去之前呢 我尝试了给这个乌克兰那边的大使馆 还有这个中国驻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大使馆都打了电话 详细咨询了这个 给外国人打疫苗办签证这个事情啊 但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啊 我们两个的心情就以下就不好啊 理论上来说这个打上中国的这个疫苗是可以啊 给外国人提供这个签证便利啊 比如说像热尼亚这种嗯 属于探亲签证啊 因为这个中国有直系亲属在中国 而且像这两种情况比较特殊啊 儿子和老公啊都是中国人啊 理论上是可以给他提供这个便利的 但是卡就卡在这个打疫苗上啊 我和这个中国啊 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大使馆 这个工作人员也是聊了好久 我们打电话聊了那种半个小时吧 有吧 就是啊 对对对 使馆的人也是很细心的向我们解释这个这个事情啊 但是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情况 就是还是回国的这个情况 还是不是特别乐观啊 就是啊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 你打上了这个中国的国产疫苗 就可以给你办签证 你后续还要办很多的手续啊 比如说第一步啊 先要把这个疫苗打上啊 两针疫苗大概得持续 中间得相隔20多天 大概两针疫苗打完了 需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啊 由于中国不知道 这个如你打这个疫苗 你得证明你这个疫苗是中国的疫苗啊 得证明你这个不是到处打的这个其他的疫苗来 冲述的 所以说你要拿着这个疫苗得 拿着这个两针疫苗这个凭证 先去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司法机构 去做一个这个鉴定啊 如果你要是乱假了 以假冲真了 你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啊 然后呢啊 拿着这个司法部开的这个证明还要去 接下来还要去这个乌克兰的外交部 出具一个证明 然后拿着外交部开具的这个证明 再去中国驻乌克兰的这个大使馆啊 在中国驻乌克兰的大使馆给你提供一个这个疫苗是真的疫苗啊 由于啊乌克兰现在是中国回国取得绿码是不接受转机的 你转机是不给你发放绿码的 所以说我们还得回到这个俄罗斯 从俄罗斯回到中国 然后呢 涉及到一个问题 你就要拿着这个啊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提供的这个疫苗的这个证明 拿到莫斯科 然后莫斯科再经过一道一道的这个手续给你筛选 然后呢 才能给你发放签证 对 这个这个过程是没有两三个月是完成不了的 从打疫苗再取得这个一系列的手续 没有两三个月 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们跟这个大使馆的人 我们在里面研究至少需要三个月 而且这其中还不包括你拿着这个打完疫苗这个证明 你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司法部跟外交部 人家搭不搭理你 这个乌克兰是不是 政府是基本上不怎么办事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中间需要什么问题我们也是不知道 而且现在如果我去乌克兰的话 是需要这个 理论来说是免签的 但是免签就30天 免签是30天 我这打完疫苗就得30天 所以说我们还要办理这个去乌克兰的签证 现在这个俄乌关系 大家可能 对啊 这个俄乌关系你也不知道 一个中国人在俄罗斯办乌克兰的签证 基本上是不太有这种可能性的 所以说你这个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回国的打成中国的疫苗 但是这就是一个这个理论上的可能啊 是一个像是俩说的 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圈 你怎么解决都解决不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断建了枪 对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想想到了各种 想到了各种能回国的办法 但是没有一个是靠谱的啊 原来最靠谱的是认为中国出台的这个政策 去乌克兰打一面 现在看来这个政策也是对我们来说也不适用 所以说现在我们两个只能等 等这个新的政策 因为现在所有的政策都不适合我们俩 基本上是回不去的 等新的政策 可能这件事情前天吧 前天我打完电话之后跟认家说完了 认家整个人都像这个双打的这个茄子一样 直接就蔫上了 因为他一开始抱有很大的希望 我真的是看着很心疼啊 嗯我们已经尝试回国好多次了啊 像做这个奥数题一样算啊 怎么才能回国 但是尝试了很多次都是没有 无疾而终啊 就是没有任何的方法啊 认家受了很多次打击啊 真的是太心疼了 一次一次打击 我不知道认家还有多少跟我回中国的热情啊 还能够承受得了这么一次一次打击对他 我感觉热情再高 在这一次一次打击下 他回中国的热情也是在渐渐的在摸摸平 所以说我是很心疼的 所以说嗯我们现在嗯真的是不再尝试着再回国啊 我们打算再在这里安稳的生活下去啊 来这个过好我们的生活啊 不去想啊 因为再去想这个问题真的是太折磨了 我倒无所谓对热情来说太折磨了 一个很喜欢中国啊 很热爱中国文化很喜欢中国 包括啊我的父母很很热爱这个中国的一个乌克兰的一个工医 我真的是看不了他再受这么打击 我真的看不了他再哭了 所以说我们两个在打算在俄罗斯安心的生活下 啊不去想这件事情了啊 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啊 等如果说国家有这个政策 我们自然会知道啊 自然能够回去了 对吧人家 真可怜 唉好吧 今天反正就是一个这个很悲伤的一个消息啊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视频啊 和大家说一下 就聊聊我们现在的近况啊 并不是我们 我们视频展现给大家的都是我们开心的一面啊 但是我们不开心的一面 我们从来没有向大家展示过啊 就是想通过视频传达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啊 也能通过这个视频吧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啊 打疫苗外国人能够回国的这个政策 也希望这个政策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对吧 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因为我确实仔细研究过 嗯 那好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谢谢你们告诉我 哈哈哈哈 好我们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 我们一定会坚强起来啊 在这个俄罗斯的生活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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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